大家好我是人人宽客讲师穆金龙 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交易策略是ATR自适应策略 首先我们先要知道这个ATR的由来以及它的一个定义解释 ATR呢又呈这个平均真实波动范围 这个最早呢是由威尔德在技术交易系统中的新概念 这一本书当中的首次的提出 那么ATR指标呢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就是ATR指标它主要是用来衡量市场波动的一个强烈程度 那么就是相当于市场的变化率 它是表示就是要通过计算这个一定时期内的这个价差 价差波动来诠释这个市场波动的强烈程度 那这一指标呢其实就是主要用来这个衡量价格的波动的 因此呢这一指标呢它不能直接反映价格的方向及趋势的稳定性 也就是说它只能表现一个量能一个波动程度 根据这个指标呢进行这个预测的原则呢 第一个就是该指标呢如果素质越高呢 趋势的可能性趋势改变的可能性的话就会越高 那么反之如果该指标的素质越低 那么趋势的这个改变的可能性就越低 这是ATR的一个由来及它的一个定义 我们今天的主要策略要点呢 主要还是集中在第二点 就是利用ATR指标制作一个知识区间出来 然后然后要制作一个大小区间去相互结合 然后它的开仓条件呢是 第一个就是突破开仓区间上延呢 我们开多那么突破开仓区间下延呢开空 然后今天的策略它不存在正反扫 那么平仓条件呢主要是这个突破平仓区间呢出场 然后跟踪指标之水呢出场 分为两个区间 一个是这个开仓区间和一个平仓区间 应用周期呢是用在分钟和小时 因为今天这个区间的建立呢 我们会用到今日的开盘价 所以是不能使用这个日线以上这个周期 那类型呢属于CTA模型 也属于商品普世性模型嘛 那么编写平台呢 属于今天呢 我们主要是交易开拓者和文化WH8 我们先从交易开拓者开始 现在我们就开始编写吧 还是边看代码边讲解吧 好的我现在打开了交易开拓者 也就是TB 然后这个是交易开拓者的一个界面 然后这个是公式编辑器 如果是没有使用过交易开拓者的朋友呢 你会进来之后呢 你会先进入到这个界面 然后左边呢 有一个下拉菜单 那么这个下拉菜单呢 我们点击这个TB公式 然后点这个新建公式应用 新建公式应用 然后输入你的简称和名称 选择一个交易策略模板 然后点击确定 就可以进入到我这个 进入到我这个公式编辑器 这个界面里面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 ATR自信息策略的一个圆码 然后它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参数部分 第二个部分是变量部分 第三个部分 begin and是它策略的主体部分 因为它策略运行呢 TB策略运行呢 是自上而下运行的 那么我们讲解的过程呢 也是从上到下来给大家讲解 我们先从这个 我们先从这个参数部分开始 第一个参数呢 它是这个 ATR计算的周期参数 那么领值是50 然后第二个参数呢 是区间参数 区间细数 区间细数的参数 我们具体一点的话 它就是开仓区间细数的参数 那么默认值 默认值是5 下面这个是平仓区间的细数参数 然后默认值是2 这个是幅度的参数 这个是幅度的参数 然后它的默认值是20 下面这个是变量部分 参量部分就是ATR的 ATR定义 我们在下面主体当中呢 将会对ATR这个变量进行一个定义 然后这个变量呢 然后这个变量呢 是今日开玩家 然后这个呢 是开仓区间的上沿 这个是开仓区间的下沿 这个是平仓区间的上沿 然后这个是平仓区间的下沿 这个是保存 这个变量用来干嘛呢 保存这个止损 这个是空头止损的参考价格 这个是空头止损的参考价格 保存多头止损的参考价格 这个是空头止损价格 这个是多头止损的价格 这个是多头止损的价格 这个是空头止损的参考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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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没有一个概念 我们只要是在这个主体当中呢 去运算大家就知道这些具体变量的意思 首先印入这个 刚开始的第一个第一段代码是一个安全性代码 什么意思呢 就是集合进驾 集 小节 休息 的过滤 这个是扩话里面呢 这个是TB自带的一个用户函数 我们直接调用就可以 然后如果说现在是处于集合进驾 和比如说10点一刻到10点半 这个小节休息的时候呢 代码就会自动让它return 就是不再往下执行 避免这个我们进行一些错误的计算 以及发送一些错误的一个交易单 试盘当中的尽量是都要加上这个语句 然后这个呢 是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 今日第一根棒线的定义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今日除第一根棒线的定义 以外其他棒线的定义 好的 如果说是今天的这根棒线 刚过来当前棒 如果是第一根棒线 第一根棒线 那么这个if条件成立 然后进入一个大括号的一个if 一句的运算 里面的一个运算就是 将今日将这根棒线 其实这根棒线就是 这根棒线的开盘价 就是今日的开盘价 将今日开盘价复值给这个变量 好的这样的话我们的今日开盘价 就算定义出来了 然后下面这个是定义ATR ATR呢这个是TB的它已经就是一个已经定义好的一个用户函数 我们可以直接调用 那么有朋友想看一下ATR的这个 ATR它具体的一个计算公式 就是这个 它具体的一个计算公式 首先呢它要计算一个真实波幅 然后取一个平均值 就是它的平均真实波幅 也就是ATR 那么TR还有个TR 我们看一下TR的一个计算公式 就是这里 这个H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是当前这个图表上的数据 如果是等于0的话 我们将返回 就是当前这个图表上的第一根线的话 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计算 最高价钱就是最低价 获得一个波幅 然后如果不是呢 我们就return这个是最新的一个最高价 和一个最低价的一个真实波幅 所以ATR就是最高价钱 最低价的一定范围内的一个真实波幅 那么这里我们就是获得真实波幅 真实平均波幅 那么写的具体点就是M周期内的平均真实波幅 好的 这样ATR定义完毕之后 我们开始定义区间 这个是 首先呢 这个是D打头的这个upper band 是开仓区间 D打头这个down band 这是它的一个就是下沿区间 上沿区间和下沿区间 就是都是开仓区间 这是D打头就是开仓 K打头就是平仓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就是 该把这个计算公式的描述一下 就是今日开盘价 加加上这个细数 就是开盘细数 就是开仓细数 这个细数呢 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 定义 把它定义为了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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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这是开仓细数呢 乘以 ATR 这个变量 所以ATR这个正式平均波幅 然后得到 开仓期间的上沿 那么下面这个呢 是今日开盘价 这个系数 我这里面应该 应该是 N1 我们把这个系数 要写出来 因为后面的系数 会不一样 加上平仓系数 N2乘以 乘以 ATR 没有 然后得到 平仓期间的下沿 然后得到 然后得到 平仓期间的下沿 这是开盘价 减去 平仓系数 OK 这样的话 我们把我们开仓的区间和平仓区间呢 就已经定义出来了 然后我们接下来写这个交易条件 那么后面这几段话呢 是 什么意思呢 就是 这是将你的这个变量呢 打印到图表上面 使用的是PlotNumerica 就是 如果这个变量是数值类型的话 我们就要用这个PlotNumerica 这个 输出函数 如果它不是这个 Numerica 这个数值类型呢 它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像 布尔形 还有就是像 支付串形 而不同的数据类型 用不图的这种 输出 输出函数 我们这里面用到的 基本就是Numerica 和这个 布尔Series 就是相当于是 我们用的是数值型和布尔形 但是我们一般输出的 都是这个Numerica 这个数值型的 所以后面两个一般不常用 啊 只要把这段代码打上呢 你就可以在图表中看到 你这个变量的一个 线性的一个变化 很直观就能看到 我们这里先不需要它 我们先把它这个 注解掉 好的 我们在下面继续开始讲 我们既然把它的这个区间呢 ATR的这个计算区间呢 定义出来 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了 那我们现在就要写一个开仓条件 首先我们进入第一个开仓条件的 一符语句 当然它的最高价 也就是它的 我们要开多嘛 就是最高价 也就是它的最新价格呢 如果大于等于这个开仓区间的上演 啊 并且呢 没有多头持仓 这里面呢 还有一个条件就是 Bound today 就是说 我我要求呢 是 今日第一根棒线以外的其他棒线 啊 如果说是这根棒线呢 它是第一根棒线 啊 我是不会开仓的 也如果它是第二个第三个 以至于往后的今天的所有的棒线 我是可以开仓的 那主要是定义 这一块有一个这样的定义 然后后面我会告诉大家 为什么我要加一条这个代码 后面会结合图表 告诉大家 为什么我要加这个 为什么第一根棒线不开仓的这么一个条件 然后我们来解释一下 这个就是最新价 然后突破 开仓区间上演 并且没有 没有多头持仓 同时呢 当前这个棒线 不是今日 第一根棒线 然后如果这个条件满足 我们进入到这个一副语句当中 这个是开多的意思 然后注意这里面用到一个 即时即时成交的一个 一个代码 就是 比较这个 这根棒线呢 是盘中击破呢 盘中击破的这个 区间上演 还是说直接开盘 这根棒线直接就是跳空 跳空跳过这根棒线 如果是这个盘中击破的这个棒线的话 我会用这个区间上演这个数字直接委托 盘中直接进场 如果它直接跳过了怎么办 那我直接用这根棒线的开盘架嘛 因为第一个价格肯定是开盘架嘛 然后用开盘架进场 这样的话就形成了这个 我们想要达到的一个效果 就是盘中进场 或者说跳空直接进场 然后这个是要保存它的这个 保存它的开盘架 那么用于什么呢 用于出厂时 出厂时的参考 这是多头我们就算定义完毕了 然后我们看空头 那么最新价跌破开仓的区间下延 那么并且呢没有空头职场 同时当前这个棒线呢 不是今日第一根 然后开空 这个也一样 是这个保存开仓价格 用于出厂时的参考价 然后现在开仓 开仓条件呢 我们就已经写完毕了 它已经可以开仓了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写它的平仓条件 平仓条件呢 就是先写多头平仓 先写多头平仓的话 最新价格跌破 平仓区间的下延 那么并且 并且 目前有多头职场 否则你平什么呢 肯定必须有多头职仓 而且这边有个bomb since entry 对 就是开屏不在同一根bomb线 对 就是开屏不在同一根bomb线 不在同一根bomb线 然后 当前这个bomb线呢 不是今日第一根bomb线 OK 好的 平仓条件我们定义完毕 然后如果满足 我们进入一符语句 然后 平 平多 平多用的依然是 这个 即时价格的成交 那就是如果bomb线内 如果击破了这个区间下延呢 我们就用区间下延 我们就直接用它的这个跳空的开盘架 进行委托 然后下一段代码是 最新 最新价格 跌破 不 这个是突破 平仓区间的上延 那么 并且呢 目前有空头职场 那么开平仓肯定是不允许在同一根bomb线 当前这个bomb线不是今日第一根bomb线 然后这个是平 平空 好的 这么简单的它的一个开仓和平仓呢 它的条件以及它的用到的一些变量呢 我们就先定义完毕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是要写这个什么呢 要写它的这个指引止损部分 就跟通指引止损部分 那么从这段代码开始 从这里呢 就是它指引止损部分 那我们第一部分是这个记录 高低点 那记录高低点 记录高低点呢 是昨天 第一个是market procession等于1 在有多头持仓的情况之下 然后bomb since entry 就是当前是进场时的这根bomb线 好 如果条件满足呢 我进行一个复制 那个hunger after entry呢 这个我们这里用不到 hunger after entry我们这里用不到 因为它是用于这个空头持仓的 所以我们不用管它 为了代码满整形我们还要把它写上去 然后多头持仓呢 主要是用这个lover after entry 然后主要用到这段代码 lover after entry 什么意思就是 首先我在前面 我已经把它保存 让我把它开仓价保存进来 然后这时候 如果说它是当前最后一个 开仓这个bomb线呢 我要进行一个比较 就是它的开仓价 和它的最新的这个价格呢 究竟是哪个更小呢 如果哪个更小 我会保存进来 啊 用于后面的一个判断 那么就是 想要注意一下吧 当有多头持仓的时候 并且 当前bomb线是开仓 开仓时的bomb线 然后 保存 最低价 到 平常参考价当中 对 这其实才是一个 完整的定义 应该是平多吧 平多参考价当中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开始进行下一个 然后如果是 当前有空头持仓的时候呢 然后并且 当前 帮线 是开仓时的 自开仓时的帮线 然后我们就 保存 保存 最高价 到 平空 参考 价 当中 然后下面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了 就是 当前有持仓状态 但不知道是多还是空 当前有持仓 只要当前有持仓 就可以 然后并且呢 并且 当前的帮线要大于 进场 进场时的 防线 也就是说 不会让你在开平同一个地方 然后呢 进行一个负值计算 然后这个是保存 如果是空头的话 肯定会保存 最高价 到 保存最高价到这个 平空 参考 价 当中卷 然后这个是保存 最低价 到 平多 参考 好的 我们就把这个 我们所使用到的 这个平多平空 参考价 就算不断的去复制完毕了 然后后面呢 我们在这个 执行一句当中呢 将会使用到 那这个时候呢 可能有会说 这个max和mini 可能会有些不太明白 对吧 首先呢 我们要我们先来看一个 多头 就是说 如果我现在是有一个 多头支撑的情况之下呢 呃 我这个止益止损 止损呢 肯定是 如果说是一个上上 趋趋势的话 我的止益止损是在这个 最低价的格的下面 啊 所以是我要不断的 它的一个 多头趋势 它是向上走的 我的底价是不断抬高的 一个过程 像一个吊灯一样 不断抬高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 啊 我这个地方就会 选择最低价的 最新最低价的一个最高价格 然后保存 保存下来 然后 这是多头 然后空头呢 是它是一个下跌的一个过程 就是它往下跌跌跌跌跌 然后我的这个出场参考价 肯定是在 它最低价格的一个上面 啊 所以说 所以说我就是最高价格的最低价 它是不断的向下运动的 所以说 啊 我是要不断更新它的最高价的最低值 然后保存到它的这个参考价当中去 让它形成一种吊灯的一个 素质的一个变化 这就是这个一个目的 然后下面呢 我们就开始讲这个 拼多仓和拼空仓的一个情况 一个具体的一个 止损代码的一个执行 首先我们来看 这是一个多头 啊 就是MyPress2 然后就是LowerAfterEntry 然后减去Open 然后乘以 TRS 这个TRS 就是我们刚才参数最前面的一个止损幅度 那是这个地方 然后开盘价呢 乘以一定幅度 然后LowerAfterEntry 就是出场参考价呢 减去这一个幅度 那么就形成了一个吊灯了 随着帮钱不断更新 它就会形成一个止损的一个吊灯 然后下面的这个是一幅语句 一幅语句的话 是麦克的Protection等于1 也就是多头止损 这个是当前有多头止损 这个是当前有多头止损 那并且最新价格第二破 那就是小于等于 小于等于止损线 那么并且呢 并且出场帮线 不是开仓时的帮线 然后进行一个出场 这里用的也是盘中即使出场的一个鞋吧 或者是跳空即破的话 用开盘价 盘中即破的话 用它mypress2 我们刚才定义的这个价格出场 然后拼多 好的 这样就算完毕 然后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是多头定义完 然后空头 如果空头出场是叫mypress 然后highgraph the entry 然后加上 然后加上这个开盘价乘以一定幅度 然后它就形成这个价格上方的一个调端 然后价格上方的一个调端 然后这是我的一个出场价格 这里面也是当前持有空头之上 就是mypress position等于-1 那么并行的最新价格大于等于这个支撑线 那么出场 帮件 不是开仓式的 帮件 避免 避免这个开平仓同一根帮件 然后这个也是刚才我说的就是盘中出场不再追溯了 然后这个地方是 就是凭空的一个支行 凭空的函数支行 嗯好的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atr自信交易策略呢 它的一个代码编写部分 那就算结束了 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些一些关键性的一些 它的这个区间和它的出场线究竟在哪里 首先呢我们先来看它的这个 先来看它的这个开仓区间 这个是dupband和ddownband 我们来看一下图表上它的一个显示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开仓价格的一个显示 我用的是15分钟 你可能用5分钟 哦 5分钟会看见好一点 这两根虚线呢就是一个日期的一个标注 在这两个虚线之间呢是同一天 是同一天 然后它这个区间呢它不是一个 首先呢它不是一个固定的一个高点和一个低点 它是有这个 那就这个atr呢 会对它进行一个运算 这是它的一个开仓的一个区间的一个展示 然后 还有就是它的一个平仓区间的一个展示 然后平仓区间要小于它的这个开仓区间 就是中间这两根线呢是它的平仓区间 然后平仓区间呢它也有它的一个系数 啊 n2是平仓区间的系数 然后n1是开仓区间的一个系数 然后我们调整一下 那么这就是它区间的一个展示 然后我刚才我还说就是说这个bond day 为什么要加这个条件啊 这是因为你注意看这几根线 当它有如果是第一根k线的话 如果是第一根今天开放第一根k线的话 它这个线会有个相互的连续的一个过程 就是说我昨天的线会连到今天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会在线形上会发生一些变化 那如果说我们不去就是去排除掉这么一种这种错误 其实这不是算是错误吧 就算是一个tb它二维交易图形的一个特点 它会相互连线 然后第一根k线可能会造成我们开仓的一个取值的一个错误 所以我们就拜 我们就把这个开仓时的就是今天开牌的第一根k线的把它过滤掉 然后后面几个都可以随便开仓 但是第一根呢我们还是保险期间不要让它用第一根k线进行开仓开平仓的一个条件 好的这个是这个是它开仓的一个条件 然后我们来看它的这个止损线 这是它的一个多空止损线的一种展示 然后看它放到这个图表中它是怎么显示的 这如果是一个空头止损线 它的这个止损线就像吊灯一样止损下来 直到它不再创新底 还是有一定幅度的回升之后 然后我们在这里将它出场 这是一个跟踪止盈止损的一个展示 然后这是多头的一个 然后这里是它的一个技术性出场 然后这个策略呢我建议大家可以对它进行一个修改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策略原型 然后这是它的一个绩效情况 然后事实上你可以对它进行一些优化 比如说因为ATR和区间模型它不具有一定的趋势性 那么没有趋势性呢是它的一个弱点 那我们就加一个均线进来吧 来帮助它判断趋势 然后把它定义为周期 随便写一个周期吧3600 然后呢我们这里加入进去一个条件 我们上一根棒线的最新价 不要让它存在偷价的可能 所以说我们要向前回溯一个人先去让它进行判断 这样可以避免它偷价的可能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这个上根棒线的价格有过大于这个长周期均线的 我才开多 如果小于我才我只开空 那么你注意看在这一段上涨过程当中呢 你只看到了开多的一个信号和一个止损 然后在这一段下下跌当中呢 你只看到了它只会开空 只会开空 这样的话会避免一些错误信号 这是一种写法 实验当中的一种写法 你可以进行一个改进 然后这个参数呢 我是遵循这个原创原创作者的一个思路 参数我并没有做什么做什么调整 你可以后期呢对参数进行一个调整 或者说呢 你可以直接对取价值上面进行一个调整 比如说这里我用了一个开盘价 你可以用一定周期内的一个近日开盘价 或者说用一定周期内的一个区间的高点 或者区间的低点 一定周期一定范围内的高点和低点 来取代这个这里用到的近日开盘价 这都是一些修改的地方 好的这个 今天的tb呢 tb这方面编写就讲到这里 然后下一步呢 我们去讲这个文华的编写 好的我们现在打开了文华WH8 然后没有使用过这个WH8的朋友呢 首先你先点到这个右上角 这里有一个编写 然后点这个编写公式 你就可以进入到这个公式编辑器里面去 然后这个代码呢 这个代码已经就已经在这个里面了 然后就其实原理呢和那个tb是一样的 然后就给大家讲一下就是 在文化当中编写呢 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 以及和tb当中呢 它这个不一样的地方 tb呢你需要去去不断去声明它的这个变量 然后这个文华呢 它是默认带有这个局部变量的 你就直接复制进去 它也同时也就不声明了你前面这个的名字 也就声明了它这个变量 但是它这个是局部变量 什么叫局部变量呢 就是当你有最新的棒线 或者有最新的take进来的时候呢 它会重新计算 那它会重新计算 局部变量呢 它其实在一定程度 它是没有保存这个 没有时间属性的 它是不能保存你的一些要保存的一些变量到这个变量当中去 那么如果你想要保存一些特殊的一些计算结果 并且就是当它下次条件满足时呢 你就会使用它 那你就可以把它订生命一个全局变量 比如说我们刚才这个记录这个高点和低点 然后你就可以把它保存到全局变量当中呢 以备于你的使用 比如说像这个ATR这个计算 它就是一个随 我让它就是有一个take过来 或者有一个棒线节 让它重新计算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直接用局部变量就可以 然后呢就是 像参数声明这一块 我这边直接写到了代码这里面 你可以就是把它放到这个右边的这个参数列表里面 进行一个semi 那同时呢我们看一下它这个TR就是 真实波幅的一个计算公式 它是什么 就是一个最高价减去最低价 然后呢和这个绝对值的这个前一根线的收盘价 减去它的当前这个最高价 然后让这两个进行一个大小的一个比较 比较的结果呢放到外面这个max里面再进行一次比较 比较什么 比较就是前一根棒线的这个收盘价格减去最新的最低价 然后进行一个比较 就得到你的这个真实波幅 然后再算上一定的均值就是做它一个平均线 M周期以内的真实波幅 就是它的平均真实波幅 然后这个地方呢 你在写这个文化的这个策略当中呢 会用到这个bond last 这个这个减数会经常使用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求上一次条件满足到现在周期数 那比如说我就要这个定义今天的一个开盘价的话 就是首先今天第一根开盘价的日期和昨天最后一个收盘价的 的日期它们是不同的 所以这个条件就成立 那么这个条件成立是在棒线的第一根棒线 那么它是0 然后我们为了方便计算呢 我们要给它加个1 如果是0的话我们就加1嘛 然后就是第一根棒线 然后后面的话我们取价 这个开盘价 出开盘价 获得这个周期以内的开盘价 开盘价之后呢 这个计算呢 是和这个tb当中计算是一样的 然后进行开盘价 加上一定系数 乘以这个atr的一个值 然后我们看这个一复语句呢 又和这个tb当中是一样的 然后我这边利用的是 n1大于1 也就是相当于是 不是今日第一根棒线是成立的 后面和tb都是一样的 这个没有什么可说的 其实也 只要我们到时候你可以下来之后呢 问这个客服呢 要这个代码自己慢慢去看 然后这个 atr这个策略呢 是非常简单的一个策略 最关键呢 还是在于这个全局变量的一个声明 如果说你会 如果你没有声明全局变量 那么你就得不到这个 止损价格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值 得不到这个具体值呢 你这个止损的整个这些条件是不成立的 就是换句话说 没有办法运行的 就会即使是运行运行结果也会匪夷所思 达不到你想要的效果 就是因为 你没有把你要保存的这个变量呢 保存到全局变量当中 以备于后面的计算使用 这就是这个文化当中 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 就是全局变量的使用 好的 那么文化部分呢 就讲到这里